好 这次这个电竞好手爆出这样子的消息 让好多人都觉得很可惜 因为他年纪还很轻 才29岁 而且他曾经在20岁的时候 2012年就跟台湾的队伍 夺下了游戏英雄联盟的世界冠军 后来因为合约的问题才退出 改成当电竞队伍的教练 还有美食跟电玩YouTuber 那平时发言其实就很呛啦 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台北的米其林餐厅 还跟另外一个知名的电竞直播主 亚洲统神 曾经发生过争执 所以他个人是充满相当多的争议 但还是有不少的粉丝 开直播的话 最高的收看人数 可以达到十万人 拥有高知名度 结果被爆出涉嫌贩毒 真的是做了最坏的事分 2012年台湾代表队 台湾暗杀新TPA 夺下英雄联盟世界大赛冠军 当时中路的选手就是Toyce 刘伟健 有着中路野兽称号的他其实是香港人 在夺下世界冠军后 转队到香港的电竞队伍 但因为合约的问题被冷藏了一年 后来复出担任教练 并且转型成美食和电玩YouTuber 但是风格呛辣 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台北米其林餐厅 用餐环尽糟 煮菜的牛排咬不烂 我咬二三四秒都咬不动那种 你真的你请我来吃一次 我都不会再来 在电玩直播时 Toyce发言也很呛 今年七月和知名的电玩直播主 亚洲统神开播时 不但惨虐对方还出言嘲讽 言行引起不少争议 但Toyce还是拥有大批粉丝 甚至开播最高观看人数达到十万 不过对他不满的人也不少 当时Toyce和统神爆发冲突后 就有香港玩家call in 说Toyce一定会惹出事情 没想到开播的玩笑话 现在却真的应验 Toyce涉嫌贩毒 连夜被带回台中递检 因为所犯的罪行 最少要关五年 加上有逃亡之余 法院裁定羁押 我们的杨总颖台中报道